美好的旅行像天堂 糟糕的旅遊是業障 大家好 歡迎收聽宵夜障旅行團 我是各位的隨團領隊 Brian 上個星期才剛跟大家聊到Disney Plus 這個禮拜他就上了一部 漫威宇宙的新片叫做永恆組 大家有看了嗎 說實在話 我覺得好萊塢的漫威電影長度 越來越有那種保萊塢的感覺 電影裡面明明就沒有唱歌跳舞 但是他一部片卻要看兩個半小時 當然如果是說像那個 復仇者聯盟終局之戰 這樣毫無人場的話 也其實也算是蠻厲害的 但是在我昨天一口氣 看完永恆族的感想是 我覺得他有一點冗長 而且有一點悶 倒不是說電影我覺得不好看 只是跟以前漫威的風格不太一樣 而且我覺得這次的電影 花了很多的時間去刻畫 每一個永恆族 他不同的角色能力還有個性 然後又把他們的出現 跟很多我們已經知道的古文明 還有神話結合起來 像名字有一個很像雅典娜的Thina 還有跟希臘神話結合的Icarus 還有梅索布達米亞神話裡面 有一個角色叫做吉爾加美斯 可是這部電影最後後段 又有一種讓人感覺它是吵吵結束 然後留下一堆彩蛋的這種感覺 可能是因為我自己是屬於那種 沒有看過漫威漫畫的人吧 所以他們電影的那兩個彩蛋 我都要另外去Google 我才知道是什麼意思 不過電影裡面有一個場景 我倒是印象蠻深刻的 就是有一個藍色大門 那個永恆主戰門口站到那裡 因為它就是那個古代巴比倫的城市場景 電影裡面還有把這個以前古代 七大建築奇蹟的巴比倫空中花園給拍出來 不過我之所以對這個場景印象深刻的原因是 我自己真的有親眼見過那個藍色的大門 而且這個門還有一個名字叫做Ishtagate 它是這個古代巴比倫的其中一個城門 那我那個時候是在德國的貝加盟博物館看到的 我之前應該有跟大家提到過 我自己是一個很喜歡古文明的人 所以像這種放一些古文明的一些展覽的博物館 我都非常有興趣 而且這個博物館就在一個德國叫做博物館島的地方 上面有好幾個博物館可以看 只是當時我去的時候是因為帶團 所以我沒有辦法每個地方都進去看一看 將來我自己如果有機會可以去柏林自由行的話 我想我應該還是會再去逛一逛 不過其實德國這個地方 它本來就是一個很熱門的旅遊國家 大家應該都知道 而且它東西也很好買 像是他們Remova或者是WMF之類的這些東西都是德國製的 而且連德國的藥妝店像是什麼Roseman DM都很好逛 也不會比日本的藥妝店差 因為我們大部分人都知道 德國人的做事通常是比較嚴謹的 所以像是我們都會覺得德國產的東西品質通常都不會太差 但是我只能說德國人這種嚴謹的性格其實要看放在什麼地方 有的時候你真的會覺得他們那種一板一眼真的會讓人家很受不了 不見得會是什麼好事 像我自己之前在帶團的時候曾經在法蘭克福機場遇到一個海關 他在檢查行李的時候真的就是要你行李箱打開一個東西一個東西的翻出來看 連你的冠細胞都不放過 真的是超級靠北的 不過這是題外話啦 那我們說到這個電影彩蛋 在上一集節目的時候我有跟大家預告過 這一集的節目要跟大家聊一下 這個金斯曼起源這部電影裡面 他的片尾彩蛋為什麼會出現那一個人 所以接下來就讓我們從一次世界大戰的過程開始講起吧 其實嚴格說起來一戰跟二戰一樣都算是德國挑起的 因為德國人的民族性除了嚴謹之外也非常的驍勇善戰 而且他們非常懂得去制定計劃開會什麼的 如果大家工作上曾經有跟德國人打過交道 你應該就會知道我在講什麼 所以其實在一戰開打之前 他們其實就已經有了一個叫做施力分計劃的作戰方針 這個計劃是德國當時的參謀總長施力分伯爵所制定的 所以它叫做施力分計劃 但是施力分伯爵他在大戰開打的前一年就已經過世了 所以實際上去執行這個計劃是後來的德國參謀總長小毛奇將軍 這個計劃的內容主要是為了讓德國避免在戰爭開打的時候 受到法國的跟俄羅斯的兩面夾擊 所以它的作戰方針就是在大戰一開始的時候 只用少部分的兵力去駐守德俄邊境 然後再把大部分的兵力拿去攻打法國 預計在6個星期之內就打敗法國之後 然後馬上抽掉兵力再到東邊去打俄羅斯 迅速的結束這場戰鬥 所以大戰一開始的時候 他們本來覺得三個月之內就可以結束這場戰爭 然後一開始的時候 德國馬上就對兩個倒楣的中立國 也就是盧森堡跟比利時下一個最後通牒 大家可能會好奇為什麼要打這兩個國家 因為其實從普法戰爭之後 德國就在德法邊境布下重兵 所以德國如果要直接從德法邊境 直接攻擊法國的話 其實是一件很吃力的事情 但是盧森堡跟比利時本身是一個中立國 所以法國跟比利時之間是沒有任何防禦公式的 所以德國原本構想就是他們只要一宣戰 然後這兩個中立國就會直接投降 然後德國就可以直接穿過盧森堡跟比利時 直接去攻打法國 但是很可惜的 我們常常說計畫趕不上變化 首先德國對比利時的還有盧森堡宣戰之後 盧森堡是馬上就投降的沒錯 可是比利時這個時候卻硬起來跟德國對幹 馬上全國動員起來去堅守他們的國土 雖然比利時最後堅守國土 還是只有撐了差不多兩個多星期左右 就被德國佔領 但是法國也因為這兩個星期的時間 完成了作戰準備 而且也因為德國打了比利時 讓原本還在觀望的英國加入了戰爭 英法聯軍就跟德國在巴黎附近的 一個叫做馬恩河的地方 進行了一場西部戰線的第一場戰爭 也就是馬恩河戰役 這場戰役打了不到兩個禮拜 傷亡就超過30萬人 而且當時法國前線戰況吃緊的時候 還曾經從巴黎調動了上百輛的計程車 載了他們的阿兵哥上前線 因為一戰之前的步兵真的就是純步兵 所以是在這件事情之後 一戰之後步兵才開始有配備機動車輛 不然都是用靠腳走的 這個馬恩河戰役 最後雖然是英法聯軍獲勝 但是也沒有直接將德軍趕出法國 所以雙方就進入了陣地戰 然後兩邊開始挖豪溝 一直挖到海邊去 所以接下來的四年的大戰 基本上大部分的時間 就是在這樣樸石無花 而且枯燥的豪溝戰裡面度過 這邊要跟大家說明一下 之所以我會說這個豪溝戰 是樸石無花且枯燥的原因 是因為在一戰初期的時候 這個戰爭的科技對於防守方 是有很大的優勢的 因為他們已經有機槍打砲 鐵絲網這種東西可以防禦了 但是在進攻方還是沒有什麼改變 就只有步槍跟阿兵哥的血肉之躯 所以事實上沒有 在進入豪溝戰的時候 沒有任何一方會輕易的發動進攻 因為你得到的效果 跟你受到的傷亡 完全是不成比例的 所以一旦進入豪溝戰 基本上就等於戰士僵持住了 所以德國原本要六個星期 打下法國的這個施力分計劃 基本上就等於失敗了 那既然這個西部戰線打不下來 拖著也不是辦法 於是德軍就把他的兵力抽動出來 轉去東線去打俄羅斯 所以基本上1915年的戰爭 就是以東線為主 可是這個時候的俄羅斯 差不多也就已經完成作戰準備了 所以雖然德軍的火力跟能力 都比俄羅斯強大 東線戰爭德國 基本上也都是打贏俄國的 不過通常的那些狀況 都是屬於那種傷敵1400 800的結果 於是這個時候東線到了後面 也開始挖戰壕 也就是說我們又進入了僵死狀況了 但是我們說到這邊 大家不知道會不會很好奇 德國的那些盟友跑去哪裡了 這個時候我們就不得不說 我們常講不怕神一般的敵人 就怕豬一般的隊友 奧匈帝國其實根本就沒有什麼戰鬥力 他連一開始自己宣戰的塞爾維亞都打不贏 後來打贏的那些戰爭 基本上都是有德國幫忙的那種德奧聯軍 意大利就更誇張了 他不但一開始到現在根本就沒有加入戰爭 而且他在1915年的時候倒戈加入協約國 雖然意大利本身這個國家也就沒有什麼戰力 不過這件事情倒戈還是會讓人家覺得很不爽就是了 所以我很好奇 德國不知道到底是不是 陶克派皮才會在二戰的時候 還去找意大利結盟 幸好那個時候還有 鄂圖曼土耳其跟後來的保加利亞加入了同盟國 至少能夠在南部戰線幫德國多多少少分擔一些壓力 其中最有名的一場戰役就是在1915年的時候 土耳其境內爆發的一場加利波利戰爭 鄂圖曼土耳其的軍隊成功擋下了50萬的協約國海軍 因為他們想要進入達達尼爾跟博斯普魯斯海峽 而且當時土耳其的指揮官之一就是他們後來的土耳其國父凱末爾 但是面對到東西戰線都開始交度的情況之下 作戰雙方也開始發展出一些像什麼毒氣戰 空戰這種方式想要打破僵局 但是都沒有起到什麼決定性的作用 可是戰爭時間一拉長對於同盟國其實是比較不利的 因為像是英法這種協約國 他們還有海外的殖民地什麼紐西蘭 澳大利亞還是非洲那種國家的部隊可以調動加入戰爭 可是德國跟奧匈帝國可是沒有這些東西 他們死的都是德國人奧匈人 所以在1916年的時候 德國決定向法國的軍事重地凡爾登發動一場 號稱要讓法國把血流乾的處決地行動 於是德法雙方就爆發了一場凡爾登戰役 這場戰爭持續了10個月 雙方又損失了30萬士兵 最後雖然是法國取得勝利 但是他們也損失殘重 同年的7月英國為了要減輕法國凡爾登的壓力 於是就對德國發動了一戰史上最慘烈的一場索姆河戰役 也是戰爭史上第一次拿坦克出來用 短短4個月的時間雙方就死傷了超過130萬人 而且重點是還沒有分出勝負 就這樣一直到了1917年的時候 作戰雙方終於體會到 這是一場根本不會結束的戰爭 士兵傷亡、食物短缺、傳染病爆發 這些問題通通都開始出現 而且人民也一直都苦不堪言 開始就出現了反戰的浪潮 那本來就窮的俄羅斯 英國在經過幾次的戰爭失敗之後 根本就已經是名不了身的狀況 再加上沙皇尼古拉二世 重信電影裡面的那個像流浪漢一樣的 妖身拉斯普丁 所以引起自己手下的軍方 還有貴族資本家的不滿 於是最終就爆發了二月革命 沙皇尼古拉二世就下台了 然後由臨時政府來接替 那他本來想要去投靠自己的表哥 也就是當時的英國國王喬治武士 但是卻被他拒絕了 後來的結果就跟電影裡面演的那樣差不多 列寧回到了俄羅斯領導十月革命 然後推翻臨時政府 成立了蘇維埃政權 然後俄羅斯就這樣退出了一次世界大戰 尼古拉二世後來他全家也被蘇聯的紅軍通通處決殺死 不過雖然俄羅斯已經退出了 但是這個時候美國卻宣布參戰了 原因是因為德國發動了無差別潛艇戰攻擊了美國的商船 另外還有的原因就是像電影裡面描述的這樣 美國攔截到了德國發給墨西哥的外交電報 然後告訴墨西哥說 他們只要他們對美國宣戰 等戰爭結束了之後 他們德國就會協助墨西哥 把之前美墨戰爭失去的土地通通還給他們 不過電報是不是真的 然後有沒有這麼容易破譯這件事情 我們先不說 你想想看 當初墨西哥就已經打不贏美國了 現在怎麼可能再聽德國的去找死 所以美國參戰 基本上我覺得是因為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原本大戰開打的時候 美國是大發戰爭才 把武器裝備賣給作戰的兩邊 協約國跟同盟國 但是後來因為海上補給線被截斷之後 他就只能賣給協約國了 而且後來還借了很多錢跟裝備給英法兩國 所以實際上如果協約國最後是輸了的話 美國這些人就通通泡湯了 所以他愚公愚私都應該要去幫忙協約國 但是這邊要說一下 電影裡面有一個美女間諜 也就是哈里瑪塔 她其實是真有其人 可是電影裡面的那個 色誘美國總統這個橋段 我基本上沒有查到任何相關的資料 所以我想應該是電影杜撰的情節 而美國的參戰呢 也正式讓這場戰役升級成世界大戰的等級 雖然呢我們說在大戰一開始的時候 日本就正式有對德國宣戰 可是其實日本主要也只是想要佔領德國 在中國的那些租借地 還有太平洋上面的一些小島 對於歐洲大陸上的戰爭 基本上根本就沒有起到什麼作用 另外呢中國有參戰 只不過一樣他們也就只有出勞工而已 那其他還有很多不同的國家 他們大部分都是只是那種民意上宣戰 或者就是像一些什麼殖民地獨立 或者是等等的這種零星的戰爭 小戰爭而已 並沒有像美國參戰的影響這麼大 不過啊從美國宣戰到實際投入軍隊 到歐洲戰場還需要時間 再加上德國這個時候也已經沒有東線 那個俄羅斯的威脅 所以德軍就打算趁這個機會 集中對西部戰線發動攻擊 希望可以在美軍趕到之前就擊敗英法聯軍 所以他最後在1918年的3月跟7月之間呢 就發動了5次攻擊 很可惜的還是沒有殲滅學業國的主力 最後也只能退回戰線防守 不過這個時候除了德國之外的同盟國的其他國家 都差不多已經打不下去了 只有德國還想打而已 到了11月的時候就連德國自己都發生了革命 所以最後德國就決定在1918年的雙十一購物節 不是11月11號的11點11分停戰 那這個一次世界大戰就正式宣告結束了 然後呢在戰爭結束之後的各國啊 決定在1919年的1月18號召開巴黎和會 那會議的內容呢 主要就是由英法美三國這個戰勝國 去討論對於戰敗國的處分 其實在一開始開會的時候 英國跟美國其實沒有打算要嚴格的去懲罰德國 因為戰爭其實本來就是各國因為自己的盟友 還有利益去宣戰的 只是同盟國剛好打輸了而已 但是法國卻因為堅持要德國負起所有發動戰爭的責任 所以經過5個月長達5個月的討論之後呢 就讓德國簽下了我們大家知道的凡爾賽條約 那這個條約啊基本上就讓德國賠償了1321的德國馬克 割讓了德國超過10分之1的領土 而且他們等於就損失了將近8分之1的人口 而且讓他們要求要採檢軍備不得擁有空軍 就連陸軍都不能超過10萬人 這個人數差不多就只能拿來當警察而已 而當大部分其他國家的代表都覺得 這個協約對德國太過嚴苛的時候呢 只有法國代表認為這樣還沒有辦法消滅 德國再次發動戰爭的實力 所以當時法國的扶序元帥說啊 這個凡爾賽條約帶來的根本就不是和平 只是20年的停戰條約而已 果不其然在20年後的1939年 希特勒率領的納粹德國再度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 所以這個金斯曼電影的片尾裡面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阿道夫希特勒 就是在預告二次世界大戰的事情 不過我想應該大部分人對於巴黎合會都只記得凡爾賽條約 但其實巴黎合會一共總共有簽了5個條約 除了凡爾賽條約之外呢 還有對奧地利的聖日爾曼條約啦 對保加利亞的納伊條約啦 匈牙利的特里亞農條約 還有對鄂圖曼土耳其的瑟弗爾條約 其實它的內容基本上差不多啦 就是割地啊 裁軍啊 賠款 不過說真的啊 我覺得土耳其的瑟弗爾條約可能會比凡爾賽條約還來的更嚴苛 你想想看啊 土耳其原本是橫跨歐亞非三州的大帝國 它原本的國土可能超過1000萬平方公里 但戰後只剩下現在土耳其的那一小塊而已 而且這一小塊的國土還被其他戰勝各國去瓜分和托管 所以後來土耳其的國父凱末爾才在組織國民軍 然後把這些國外勢力趕走 然後在1922年的時候跟協約國各國宣告廢除 這個瑟弗爾條約 成立了土耳其共和國 不過這又是另外一個故事了啦 所以由此可見你會覺得有歐洲人其實有多不喜歡這個 這個新伊斯蘭教的董中東人 土耳其之所以到現在都還沒有辦法加入歐盟 搞不好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不過呢這一場大家一開始以為只要三個月就能結束的戰爭 最後總共打了4年3個月有16天 除了戰敗國他有受到制裁之外呢 其實對其他各國的社會結構跟經濟狀況也有很大的影響 比如說像是什麼社會主義啊共產主義啊 還有那些民族主義他們的崛起 造成戰後其實有出現很多新興的國家 比如說像什麼捷克斯洛伐克之類等等的 而且啊因為作戰的時候男人都已經上戰場了 所以很多的工作就要靠女人去工作 所以女性呢就開始投入職場 所以間接的也就造成了女權運動興起 還有就是全世界的經濟中心 也從原本的歐洲轉移到了美國跟日本 原因就是因為即便是戰勝國 像是英國跟法國 在戰爭當中都耗費了大量的人力跟物力 所以即便戰爭已經結束了 他們還是要花很多的時間去償還跟美國還有日本的債務 所以簡單來說就是整個世界國的格局 就統統統重新洗牌就對了啦 好那以上呢就是一次世界大戰 最簡略最簡略的經過還有影響 如果大家已經耐心聽到了這裡 而且你還沒有睡著的話 我真的是非常感謝各位的支持 那在這個星期呢 其實有一位聽眾朋友留言告訴我說 他想要多聽一些一戰跟二戰的故事 當然我也很希望你會喜歡這兩集的內容 不過呢說真的我自己覺得啊 在旅遊的節目上面講歷史 其實有可能是一件很不討喜的事情 因為事實上喜歡旅遊的人呢 他可能不一定喜歡聽人家講歷史 而且有的時候講多的人家 可能還會覺得你在掉書袋 像我自己在帶團的時候就曾經遇過這種團圓 那這件事情呢或者是這個故事 我之後有機會的時候再找時間跟大家說 不過呢之後如果有合適的機會 或者是還不錯的主題 跟歷史有關係的話呢 我還是會講給大家聽的 那在節目的最後呢 如果你喜歡節目的內容 也希望大家可以到Apple Podcast 還有Spotify幫我評分訂閱還有留言 那如果大家對於節目有任何的建議指教 想要告訴我的話呢 也歡迎各位到蕭藝藏旅行團的IG 或者是臉書粉專告訴我 那最後的最後呢 希望大家週末愉快 然後每個人都可以順順利利的 很快打到第三劑的疫苗 那蕭藝藏旅行團我們就下週見囉 拜拜